其實做藝人 經常會去不同的地方表演 但是有一次 在文川大地震三個月之後 我去了當地做義演 回到香港, 我又再飛回去 幫他們手做重建的義工 那段時間所經歷的事情 對我的人生影響很大 我們在村裡差不多每一個月 就會去成都市購買一些新的物資 記得有一次在途徑另外一條村 一個鎮的時候, 有一個伯伯 他坐在一堆瓦礫上高 他不斷拿一塊麵包撕麵包水 他把麵包碎和水不斷倒進瓦礫 我們下車問他, 伯伯, 你在做什麼 然後他說因為他太太在瓦礫下 就算村民很努力想搬開瓦礫 也做不到 他們在等待一些大型的機器 可以救到他的太太 所以他每天都坐在瓦礫上 做同樣的動作 大概兩天之後 又途徒回同一個地方 伯伯已經沒有再坐在瓦礫上高 他說他太太已經沒有再跟他說話 已經沒有聲音了 他太太其實混在瓦礫下 前前後後有十幾天 一直都很堅持 無論是伯伯對他太太的愛 還是他太太對他自己的生命執著 都很堅強 原來人是真的可以對他自己的生命 可以去到掙扎到最後一刻 這份生命的價值或者這份愛情 我當時很感動 其實我去民村做義工的時候 我是有情緒病的 有一天我… 我覺得那天我情緒有點爆發 我看到身邊那些當地的居民 他們很開心 當時我走到其中一個那裡 我說其實你們一夜之間什麼都沒有 你們是有權不開心的 他竟然回答我說 我們是農民 雖然我們現在面對的是災難 但是等這些災難過了之後 他們知道種植的方法 他們知道成功的方法 他們說他們是Sinni Yudi 這句話真的很震撼到我 因為他可能解釋了我當時 為何在生活上經常都覺得很憂鬱 自此之後我開始很努力 去找生活上高每一件小事 究竟他能夠提供給你的開心是什麼 其實我現在每遇到生活上高任何一件事 我都會嘗試找他的幸福感 在我心裡有一句話 幸福是不需要找的 如果你真的要找的話 那個就不是幸福